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我妈死了,我爸在他的灵前哭得撕心裂肺,他抱着不足三岁的我,问天问地,这让我们爷俩以后可怎么活? 我真是恨不得带着孩子跟你一起去,于是他获得了无数人的同情。我妈的同事同情我这个年幼丧母的孩子,便一送的一个比一个重。 他的公司将他视为深情爱妻的楷模,大肆宣扬他的重情重义,在工作上百般照顾。 然而,半年后他娶了继母,在他们的婚礼上,他又上演了一场悲情大戏。 他抱着我妈的一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严严还这么小,不能没人照顾。 继母也在满堂宾客之前,抱着我怜惜地亲吻我的额头说,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 在表演这件事上,他们是绝配的,就连我外公外婆都很理解我爸爸的行为,男人不能没有女人,孩子不能没有妈妈。 他们还对继母说,只要你善待严严,我们两口子也会把你当亲生女儿。 可惜,没过几年,外公外婆就相继去世了。 按他们的遗嘱,应该由我来继承他们的遗产,但我太小了,所有的一切都由我爸爸代劳。 从此,继母跟爸爸都变了,继母怀孕了,她开始看我越来越不爽。 她说,我现在带着肚子,哪里有闲工夫照顾她。 我爸说,不是请了保姆吗? 保姆是用来照顾我跟宝宝的。 继母怂恿到,把你爸妈接过来。 爸爸为难说,这房子哪里租的这么多人? 继母眉头一挑,她外公外婆不是给她留了一套房子吗? 把这两套都卖了,我们买个大典的。 于是,外公外婆的房子消失了。 我们一起搬进了一所两层带院子的小别墅。 爷爷奶奶来了之后,继母把保姆辞退了。 奶奶帮忙带娃。 爷爷负责买菜做饭。 爸爸上班挣钱。 我放学后负责打扫卫生。 继母很满意这样的分配。 她说,只要我们一条心,这个家会越过越好的。 实质上,也确实越过越好。 爸爸把我外公外婆留下的钱都投资到了她的公司。 几年后,她成了个不大不小的股东。 除了高薪,她年底还有大笔的分红。 继母的穿着越来越鲜艳,人也越来越漂亮, 在家里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她的女儿像个公主,而我像个小保姆。 我曾经也向爸爸控诉过。 我会学着从前的样子撒娇地喊着爸爸, 用一双无比祈求的眼睛看向她, 渴望她抱抱我,或者跟我说说话。 可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反馈。 在我的世界,她很忙,忙着上班,忙着挣钱, 忙着跟她娇妻亲亲我我,忙着哄她心生的女儿。 她抱着她又亲又稳,耐心地跟她做着小游戏。 这时候,我就会幻想,我这么小时,她也会这么对我吗? 她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说, 听灵姨的话,听奶奶的话,听爷爷的话。 若我再敢啰嗦,她就会很严肃地赤贺我说,听话。 每当如此,张灵就会得意又轻蔑地朝我笑着, 仿佛看了一场天大的笑话。 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做事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他们渴望能请个保姆来分担他们的工作, 想想一想真正的儿孙绕夕的天伦之乐。 张灵仰着脖子喊,你们可真是敢想。 什么家庭啊,就想着住别墅,还请保姆。 我来给你们家当免费的保姆还不够, 还想着花钱请保姆。 我把你们接到城里来, 让你们享清福,还不知足, 还想着我请个人来伺候你们。 爷爷奶奶气得脸都抽了, 回嘴说, 我们享了你什么福。 我们给你带孩子, 帮你做家务, 买菜买米还到天前, 到底享了你什么福。 张灵冷笑几声, 给我带孩子。 我有手有脚, 要你们帮忙带孩子。 你们带的不是你们那个短命的前儿媳 给你们留下的脱油瓶。 爷爷奶奶去我爸那里告状。 我爸爸这还什么都没说, 只是给了张灵一个眼神。 他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站在大门口哭着闹着, 我这是什么命? 我一个黄花大闺女, 我嫁给一个官夫。 我小小年纪给人当后妈, 我图什么? 我图她上有老下有小, 图她死了老婆, 还带个娃。 是, 现在你有钱了, 你发达了, 你嫌弃我了。 好, 我一头撞死, 你倒是看看, 还有没有女人来你们家当后娘。 吃苦受累不说, 还被人说三到四。 后娘难当, 谁能知道我心中的苦。 左邻右舍指指点点的, 我爸爸只能求爷爷 告奶奶弟把他劝进去。 他一脸凝重地对他的父母说, 爸、 妈, 你们就不能盼着我点好吗? 就不能消停消停吗? 爷爷奶奶气炸了, 收拾收拾准备回乡下。 张玲又是冷笑几声, 你们要走, 我也不能留, 不过, 得把那个拖油瓶带回去, 我一个人哪能照顾两个孩子。 再说, 你们不是想要孙子吗? 万一, 哪天我又怀上了, 家里三个孩子, 谁搞得定? 爷爷奶奶一想, 不划算, 被儿子儿媳接到城里, 有多让乡下人羡慕, 如今灰头灰脸地回去, 就能有多被人看笑话。 在城里带孩子, 好歹还能看见孙子, 回了老家, 可就只能伺候鸡鸭鹅了。 他们心一横, 为了抱孙子, 留下了。 只是, 从此对我再没有任何好脸色了。 他们觉得自己在儿媳妇那里承受的一切窝囊气, 都是因为有我这个累赘在。 要是没有我, 他们的儿子就不是带娃的二婚男人, 就不会在女人面前矮一截。 如果不是因为有我, 他们就不会被儿媳妇指着鼻子骂, 更不会到老了想不了儿孙福, 还要给儿孙当牛马。 所以, 他们把自己承受的委屈与痛苦, 都加倍地报复到我的身上。 毕竟, 继母一看, 他们对妹妹比对我好上千百倍, 也算是有了头名状, 能迎来几个好眼色。 我一直都在隐忍, 因为我知道成年之前,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除了他们, 没有其他亲人了。 我妈那边的朋友们, 随着我妈的死。 多年之后, 也先有联系。 即便联系, 他们也没有道理为了我这么个故人之子得罪我吧。 我也想过寻求社会的帮助, 比如找学校, 找妇联, 找警察, 但效果都不佳。 学校知道后, 派老师家访, 家里一切都好好的, 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 谁能容不下一个死了妈的孩子。 反倒是张玲知道了, 将我一顿骂, 你是你爷爷奶奶在管的, 是你爷爷奶奶不给你留饭,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中考那年, 下晚自习回家都快十点了, 早上六点就要起床去学校。 我爷爷不给我留饭, 但会把碗留给我洗。 家里明明有洗衣机, 可奶奶非要我用手洗衣服, 否则, 我连洗澡的热水都不会有。 傅联也来了解过情况, 这回都不必张玲出面, 爷爷奶奶就直接闹起来了。 他们无奈地摇着头, 心里焦脆地说, 没娘的孩子, 心里总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差把她当眼珠子照顾着了, 可这孩子总是觉得不够, 她妹妹有什么, 她就要什么, 可她妹妹比她小了七八岁, 这怎么能比着来? 警察也来过, 可警察看我身上好好的, 没伤没疤的, 他们觉得我没有受到虐待。 反倒是我爸爸被这些人 一而再再而三地找, 他满肚子地怒火, 朝我吼着说, 你就是把我杀了, 我也不能让你妈活过来。 你要非看我们不爽, 你跟你爷爷奶奶回乡下, 爷爷奶奶可是不想回去了, 毕竟, 他们又老了, 劳动力也不如从前了, 更需要看儿子儿媳的脸色了, 可想而知, 他们又是怎么痛恨我的。 他们骂我妈, 当年, 我就觉得她面相不好, 不是个长寿的, 果不其然, 她死就死了, 还给我们留下这么大个不痛快。 我没有别的盼头, 就是赶紧长大成年, 然后合法继承, 我外公外婆, 还有我妈留给我的财产, 永远地离开这个家。 不过, 我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那天, 我倒水喝, 五岁的妹妹不知从哪里冲过来, 直接撞到我的身上。 我手一抖, 没拿稳热水壶, 水壶质地有声地摔在地上, 那胆泵裂开来, 里面的水溅的到处都是, 烫到了她。 不等我反应, 奶奶快速地给我来了一个大耳光, 你有病吧? 她还那么小, 你怎么能下这种毒手? 奶奶不想承担责任, 急匆匆地给爸爸跟继母打了电话, 添油加醋地说, 哎呦, 你们快回来, 炎炎这个小妮子, 我是管不了了。 妹妹只是手被烫伤了一点点, 就被全家呵护着送到了医院, 我两条腿上都是水泡, 却被罚跪在院子里, 等着他们回来, 才真正地开始处置我。 张灵怒气腾腾地坐在沙发上, 冷冷地问我, 这些年, 我对你怎么样? 我嫁给你爸五年, 才有这个孩子, 那五年里, 是不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着你长大? 则, 那时, 外公外婆活着, 还轮不到他做这些呢? 你记不记得, 你小学一年级参加六一活动, 需要一条白裙子, 来不及买, 我把自己的裙子拆了给你改小, 让你在学校里风风光光的, 好意思说呢? 明明能买, 而且, 家里有能力买, 就是不给买, 最后让我穿着不伦不类地去表演。 到头来, 他还要在我外公外婆面前表演一顿母爱, 现在想起来, 真是恶心死了, 我不是圣母, 我不可能为了你, 放弃我自己的孩子, 这个家, 你是不能呆了, 你跟你爷爷奶奶回乡下, 等着中考完, 九年义务教育也就结束了, 你自己爱干嘛就干嘛去, 听着口气, 他是不准备让我读书了, 我顿时, 只感觉浑身发凉, 满心都是畏惧。 爷爷奶奶回乡下, 肯定会被同村人讥笑, 他们一定会认为这都是因为我, 只会变本加厉地对付我。 果然, 奶奶磨磨蹭蹭地说, 灵啊, 不是我不愿意回乡下, 只是我舍不得娇娇。 爷爷也说, 他也大了, 他回乡下学校去寄宿, 总之, 中考也没多少日子了。 我惶恐地看着爸爸, 他似乎要张嘴, 我不敢听, 因为假设他一锤定音, 就更没有转机了。 我急忙哀求道, 爸爸, 马上就要中考了, 现在转回去, 搞不好连学籍都转不明白, 会耽误我中考的。 张灵轻蔑地笑着, 中考, 你该不会想着让我们送你读高中吧? 大小姐, 高中不是义务教育, 我们对你仁至义尽了。 我气不过, 我读书又没花你的钱, 那是我妈妈留下的钱, 这房子也是我外公外婆留给我的房子换来的, 你凭什么不让我读高中? 不等张灵发作, 我爸爸就喝道, 许诺言, 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 我问, 我说错了吗? 你不是靠我妈才在这座城市站住脚跟的吗? 你不是靠我外公外婆才过上这种好日子的吗? 妈妈的遗产, 我能继承二分之一, 外公外婆的遗产。 我是全额继承, 你们有今天的好日子, 都是因为我。 我放狠话说, 等我成年了,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你们谁也不准欺负我。 可惜, 我还是太嫩了。 张灵说我病了, 随意找几个医生对我检查一番, 说我得了精神病, 要把我送到精神病医院里去。 我真的怕了, 我太弱小了,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求爸爸, 他当作没听见。 我求爷爷求奶奶, 他们也要看张灵的脸色。 假设我有力气, 我真想直接拿着刀把他们一个个都砍死, 可我连这个都做不到。 我只能认错, 只能道歉, 只能跪在他们脚下, 求他们别这么对我, 让我上学吧, 让我长大吧。 最终的结局, 我依旧跪在客厅里, 只是张灵的身边多了一张遗像。 他说, 你当着你妈妈的面, 一字一句地说, 你自愿放弃你妈, 还有你外公外婆留给你的一切, 成年之后, 干干净净地滚出这个家, 否则, 就让他们在九泉之下受尽苦楚, 永生永世不得超生。 我对妈妈的印象很少, 但外公外婆走时, 我已经有了记忆, 他们大概也一定很后悔, 活了一辈子, 却硬是没看穿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 见我迟迟不说。 张灵又是挑唇一笑, 说到底, 你就爱他们留下的那点钱, 假设他们跟你爷爷奶奶一样, 一清二白, 你会惦记他们, 你早就在我面前, 服服帖帖地当狗了。 我养你这些年, 不需要钱吗? 我结婚五年没要孩子, 等他们死干净了, 我才要, 我付出的青春, 不需要补偿吗? 他站起身来, 一把拽住我的头发, 问, 你说不说? 他的目光扫过爷爷奶奶的脸, 你的亲爷爷奶奶都不爱你, 我凭什么要对你好? 这些年, 我就是对你太好了, 才让你敢用热水烫我的女儿。 你在等什么? 等你爸爸来救你? 他大笑着说, 你爸爸心里不知道多恨你, 你要是跟你那个短命的妈一起死了, 该多好。 哪个男人想让人说他是靠女人, 吃绝户的? 他威胁道, 你说不说, 你今天要是不发这个事, 我马上把你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了。 我含着泪, 忍着屈辱, 忍着愤怒, 我说, 我自愿放弃妈妈, 外公外婆留给我的一切, 成年后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家, 否则, 就让我妈跟外公外婆在九泉之下, 受尽苦楚, 永生永世不得超生。 他满意了, 不过, 似乎又不是很满意。 他拿着我妈的遗像, 命令我道, 吐口唾沫, 告诉他, 你恨他, 要不是他早早死了, 把你孤苦伶仃地留在这个世上, 你怎么能过得这么惨? 这回, 我没有犹豫, 我吐了。 唾沫从我妈遗像上的额头, 一点点滑到她的眼眶, 慢慢地再滑落到面颊, 我仿佛看到我妈痛哭流泪的样子。 我不恨她, 我好爱她。 我不记得跟她相处的情景, 但我知道她也好爱我。 那一刻, 我就发誓, 迟早有一天, 这个家里, 除了我不会有其他的活口。 中考完后的那段时间, 我很煎熬, 不是担心考不上好高中, 而是担心 她们不让我读高中, 所以, 我尽我可能的人。 我同父异母的妹妹陈娇娇, 闲着没事就会给我一个耳光。 她力气小, 倒是不痛, 只是感觉很屈辱。 她会问我, 你还敢不敢用热水烫我? 我会说, 我不敢。 她还会问我, 你是大小姐吗? 我说, 我不是, 你才是。 我甚至还会补充说, 你是小公主。 我把她像眼珠子一样地照顾着, 无论她有什么过分的要求, 我都会顺从她。 只要她开心, 我什么都可以做。 哪怕是趴在地上给她当马骑, 家里的家务我一人承包, 奶奶有空时还能去跳跳广场舞, 爷爷也能到处溜弯, 回家后就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 张玲那些高端的衣服, 我都给她一件件地手洗, 晒好, 晾好。 她的那些名贵鞋子包包什么的, 我都把她们当亲儿子一样地保养着。 果然, 只要有人愿意受委屈受罪, 这个家格外和谐。 他们脸上的笑容明显多了。 我爸还说, 早知道给点厉害, 就能让他这么乖, 早就该这样了。 中考成绩出来, 我考了全是第一。 我特意拿着成绩单 风风火火地跑到了我爸的公司, 从大门口一路喊到我爸的办公室, 爸, 我考上了, 我考了第一。 公司里的同事都没心思工作了, 纷纷过来恭喜。 这还不够, 有些想要巴结我爸的人, 还连番地跑到家送礼庆贺, 真是让他这张老脸可有光了。 有人夸, 这孩子真是出息, 进了这么好的高中, 就相当于一脚踏入清北了。 陈总, 我们可是要跟您取取经了, 怎么就能把女儿培养得这么优秀呢? 我爸心虚地说, 主要是这孩子自己努力。 又有人说, 孩子在努力, 若是没人照顾。 也考不出这样的好成绩。 他们朝张玲敬酒说, 嫂子辛苦了。 就这样, 我顺顺当当地成了一名高中生。 学校可以寄宿, 但我没有。 他们想着放学后, 我还能分担点家务。 我想着, 该怎么一个连着一个把他们送走。 而且, 即便我发誓放弃了遗产, 承诺成年后就离开这个家, 可张玲仍旧停了我所有的生活费。 我不回家, 我在学校连瓶水都买不了。 幸亏学校有饭吃, 不然我早就饿死了。 我最难过的日子是月经期, 我买不起卫生巾, 只能用就衣服做布条, 将就着用。 大腿内侧经常被磨得血肉模糊, 惨得不像个现代人。 我第一个送走的, 是我奶奶。 那年陈娇交上一年级, 她去接她放学时, 崴了脚。 没什么大事, 但伤筋动骨一百天, 得卧床养着。 这下子, 不但陈娇交上下学没人接了, 还需要一个人在家照顾她。 她这明显成为大累赘了, 张玲的脸色就更不好看了。 她又想把老两口送回乡下, 说孩子上学了, 也用不着他们了。 幸亏我爸爸还没有那么丧心病狂, 让两个老人家回老家自生自灭, 说这时候把他们送回去, 会被人戳几两骨。 可让张玲伺候婆婆, 有可能吗? 请个保姆又得带几千, 她这钱舍得吃喝买东西, 但绝对舍不得花在婆婆身上。 于是, 我就懒过这个活了。 我说我放学后, 负责照顾她, 给她洗澡、洗衣, 晚上照顾她起夜。 为了方便照顾, 我跟她睡到了一间房里。 她刚开始可感激了, 可慢慢地她发现 我照顾得很不如意。 洗澡不存在, 我上课这么累, 哪有精力给她洗澡。 洗衣, 洗不干净地, 穿在身上会痒, 晚上扶她起夜。 那可不行, 我休息不好, 第二天怎么上课呢? 她想告状, 告不了的, 没人喜欢累赘。 我说, 您啊, 就别多事了, 你敢多说一句, 他们就有借口 把你送回乡下。 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她大概也那么想的, 可惜呀, 我怎么能让她熬过这段时间呢? 慢慢地她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送到医院里, 医生说, 年龄大了, 生病是正常的。 她担心治病花很多钱, 更惹人讨厌, 强忍着说不住院, 脚不方便, 心里又不痛快, 除了我, 没人愿意进她住的那间房,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年轻力壮的人都能送命, 何况是她这个老人家呢? 两个月后, 我再次把她送到了医院里。 医生说, 情况不太好, 老人家是不是受了什么气, 肝火太旺, 这回必须住院。 住院后, 她儿子日理万机的, 她老公一日三顿做饭, 就够累了。 她儿媳妇, 不会吧, 不会吧, 她应该不会盼着她儿媳妇来看她吧, 只有我, 永远都只有我, 但我也很忙呢, 高中功课多重啊, 就这样, 她的病真是越治越重, 医生一再劝她想开点, 可她偏偏想不开, 临了, 她用一双哀求的目光看着我, 却硬是说不出话来, 我猜测到, 你是想让我爸爸来看看你, 你懂点是吧, 她多忙啊, 你是一个妈, 你不盼着你儿子好吗? 她难受地流下了眼泪, 又吱吱吾吾地喊, 娇娇, 我叹了一口气说, 她想来, 但她妈不让, 她说害怕你给她过了什么病气, 她激动地伸出一只手, 我紧紧地握住, 安慰说, 您别生气, 爷爷可担心你了, 你要死了, 她可怎么办? 她就成了一个官夫了, 她是能做一日三餐, 可她没有了半哪, 她一把年纪了, 也不能跟我爸爸一样, 再娶一个, 她很难过, 她特别害怕, 你死了, 她会一个人孤零零地被赶回乡下, 所以她现在缠着我爸, 像念经一样地念, 让她赶紧生个大胖孙子, 张玲要是生不了, 就再换个女人生, 她找算命的算了, 说一命换一命, 你要死了, 陈家就能添个孙子, 所以, 只有我来给你送终, 我还故意吓唬她说, 你呀, 真该听他们的话, 早点回乡下, 乡下还能埋土里, 在城里, 死了就只能火葬, 火葬, 你知道吧, 你也不用怕, 人死了, 就没有感觉了, 可老人就是恐惧被火烧, 就这样, 没几日功夫, 他就病死了, 没有人会追究他的死, 就连我爸都松了一口气说, 也算是完成一个任务了, 我相信, 听见任务二字, 我爷爷一定在冒冷汗, 奶奶生病后, 爷爷就变聪明了, 其实, 他不是很害怕回乡下, 因为即便回到乡下, 他也有人伺候, 但奶奶走了, 他就是个孤家寡人了, 他只能伴着他的儿子, 想要在这个家里过得好, 仅仅做做一日三餐是远远不够的, 他还得让儿子跟他一条心, 这样他才能真正地做一家之主的父亲, 做这个家的老太爷, 张玲在我爸那里什么都好, 年轻, 漂亮, 有姿色, 伺候得当, 还会来事, 最重要的一点, 忘夫, 虽然我爸是因为靠着我妈, 才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 靠着我外公外婆的遗产发迹的, 但不妨碍他认为, 这一切都是在跟张玲结婚之后, 才得到的, 所以, 他固执地认为张玲忘他, 张玲唯一的缺点, 就是没有给他生个儿子, 这是他内心最深的执念, 原本想着迟早会生男孩的, 可这陈娇娇都七岁了, 他的肚子还没有动静, 他确实还年轻, 可我爸不年轻了, 当爷爷就是重提之后, 我爸爸对生儿子的执念, 也就越来越重了, 他甚至敢跟张玲说, 你要不给我生, 我就找别的女人生, 张玲这才发觉, 他在这个家的一切威风, 都是这个男人给予的, 若是这个男人不愿意给了, 他也威风不起来, 他要真生不出儿子, 他的好日子也不会太长久了, 他的女儿并不是很值钱, 从前, 年龄小, 怎么样都可爱, 即便撒泼, 也能讨得父母的欢心, 可惜, 现在长大了, 自主意识越来越强了, 越来越能给家长添麻烦了, 比如, 经常把书吊在家里, 让老师打电话回家, 让家长送书, 考试考倒数, 考试作弊, 跟同学发生矛盾等等, 动不动就要请家长, 不但丢脸, 还很烦, 即便是亲生父母, 特别是他的这对父母, 爱很容易消失, 于是张灵就决定放下其他一切事宜, 先生个儿子最保险, 刚开始, 他们很自信, 张灵在医院里检查过, 他身体好着呢, 没毛病, 主要就是放松心情, 别太紧张, 很快就能有好消息的, 我爸爸特意请了一段时间假, 带着他出去度假, 买衣服, 买鞋子, 买包包, 怎么开心怎么来, 可惜, 没用, 后续, 他们又决定坐试管, 然而, 坐试管也不轻松, 今天打这个针, 明天吃那个药的, 他们又贪心, 一次性放了三个胚胎, 可惜, 不知什么原因, 一个没活, 后来, 没办法了, 只能算命了, 毕竟, 人嘛, 就是这样, 实在没办法了, 就信命, 别说, 还真有用, 很快张灵就怀孕了, 张灵给算命的盲人大爷, 包了一个三万的红包, 可人家根本就不带 感激的, 而是说, 我在这里断定, 一定是男孩, 若是生了, 你们还得给我三万, 不然, 得罪神明, 他赐予的孩子, 还能再收回去, 张灵芒说, 给给给, 只要是男孩, 我一定给, 就在这期间, 我爷爷生病了, 刚开始, 只是简单的咳嗽, 渐渐的, 咳嗽整宿整宿的不停留, 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是肺结核, 张灵气得不行, 以肺结核传染为由, 想要把爷爷送回乡下, 我爸思量再三说, 送回去, 不也要人照顾, 请个人照顾, 还不如给他在附近租套房子呢, 刚巧了, 这时候, 我高二放暑假, 他们想让我照顾他, 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 送中这活, 我有经验, 我爷爷不像我奶奶那样欧气, 他很想得开, 所以, 治疗很积极, 他能坚持, 每天去医院吃药打针, 我奶奶生病时, 他相信算命的, 他自己生病时, 他相信医学, 他深信肺结核是能治愈的, 只是需要时间, 他也深信, 他的好日子在后头, 所以, 一定能挺过难关, 可盖不住他不甘寂寞呀, 一把年纪, 一身病痛, 还想女人, 警察局打电话给我爸说他死在女人身上时, 我爸爸脸都抽了, 那个女人, 满脸脂粉, 哭哭啼啼地说, 这个老色鬼, 有病还出来鬼混, 你们必须赔钱, 否则, 我让你们家无宁日, 我爸说不过女人, 张灵出来对说, 你臭不要脸, 连老人家都不放过, 还想要我们赔钱, 我们要你赔命, 我爸爸问警方我爷爷的死因, 警察告诉他, 经过法医检测, 他是因为服用过量的壮阳药, 兴奋致死, 跟人家女方是真没有关系, 相反, 女人及时叫了救护车, 该禁的义务都禁到了, 最后, 我爸出钱给女人体检, 确保她没有传染上肺结核, 还赔偿了五千块钱, 这事儿才算了结, 因为死得不光彩, 葬礼都没办, 大半夜的, 趁着村子里的人都在睡觉, 我爸把我奶奶的墓地挖开, 直接把骨灰塞在棺材里了, 别说, 我爸又松了一口气, 他亲妈亲爸的葬礼, 跟我外公外婆的葬礼比起来, 真是冷清极了, 可见, 这人哪, 还是得有钱, 若是你没钱, 亲生儿子也不会多待见, 两个老人家都没了, 张玲终于请保姆了, 不过这保姆不是来做家务的, 是来照顾他跟他肚子里的宝宝的, 陈娇娇彻底地被忽略了, 他开始依赖我, 我高三晚上多了一节晚自习, 十点才能下课, 他就得在培训班里 严实服务到十点, 等着我去接他回家, 回到家, 是我照顾他洗一洗澡, 带着他一起睡觉, 他总是坠坠不安地问我说, 姐姐, 妈妈生了弟弟, 是不是就不要我了? 张玲刚怀孕时, 他就哭过闹过, 可惜, 总是被教训, 厉害时甚至会被打, 就像上一次, 他把沐浴露撒在地上, 差点让张玲摔倒, 就被他爸妈男女混合双打了, 他终于发现, 他爸妈一点也不爱他, 他不是什么小公主, 他很快就要跟我一样变成小保姆了, 在我孜孜不倦的教导下, 他对我越来越依赖, 对张玲越来越憎恶, 至于我爸妈, 他在孩子的教育与成长里, 一向是缺席的, 他既不能得到极致的依赖, 也得不到特殊的憎恨, 他就是个活着的取款机, 我爸, 张玲, 陈娇娇, 还剩下三个人, 你们猜, 我会先送走谁, 张玲快到预产期时, 他抽风般地看中了一款国外限量发售的包包, 非要我爸亲自给他去买, 他说, 这是你迎接咱们儿子的最高诚意, 不然我就不生, 我爸太想有儿子了, 毕竟, 吃过别家绝户的人, 就格外地害怕未来别人吃他的绝户, 脑袋一拍, 他同意了, 他刚走, 张玲就胎动住进了医院, 医院里发生什么事儿, 我不知道, 因为我要负责照顾陈娇娇, 他毕竟只有八岁, 而且他现在对自己的未来很是迷茫, 他离不开人, 张玲的事儿都是保姆在处理, 他生孩子的那天, 不知怎么回事儿, 天下起了倾盆大雨, 我爸刚从机场回来, 听闻他就要生了, 哪里还管得了刮风下雨的, 二话不说就开着车赶到医院里去, 可惜呀, 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他在路上出车祸了, 据说刹车失灵, 车子在大雨里根本就控制不住, 为了避免撞到人, 他试着撞上路上的障碍物, 把车给停下来, 于是车毁人亡, 同一时间, 张玲生了个儿子, 他打电话给我爸报喜, 没人接就只能打电话回家, 我告诉他说, 他冒着大雨去医院看你, 按说早该到了, 不会是路上出了什么事吧, 很快我就收到消息了, 而张玲比我更早收到, 因为他刚生完孩子, 行动不便, 那我爸的后事就只能我来处理了, 其他的我都不急, 我着急处理他的财产, 虽然我也不会, 不过他好歹是个老总, 他的财务, 律师懂这些, 大家一致认为这些东西比依据遗体重要, 再说, 遗体都没眼看了, 也没人会去看的, 再处理这些事实, 他手底下的人, 以及他工作上的合作伙伴们, 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两派, 一派支持张玲, 另一派嘛, 自然是支持我了, 当然, 我不认为他们这是良心发现, 认为应该照顾一下我这个前妻留下的女儿, 他们兴许是认为我若是继承了我爸在公司的股份, 可能会更好控制一点, 毕竟, 我还是个学生嘛, 总比张玲这个成年人好忽悠的, 张玲本该坐月子, 可死了老公, 哪有心思坐月子, 她仍旧能涂脂抹粉, 把自己打扮得利利索索地来处理这些事, 她说, 老臣尸骨未寒, 你们竟然来操心她的遗产, 这是我们的家事,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值得你们这样火急火燎的, 嫂子, 话不能这么说, 陈总在公司举足轻重的, 这事若是没有处理好, 公司的运营是会受到影响的, 我是她老婆, 我给生儿育女, 她的一切自然该由我们娘撒继承, 有什么争议吗? 又有人说了, 嫂子, 我们若是没记错的话, 前嫂子死时, 夫妻财产她们各占一半, 严严妈的那一半作为遗产, 陈总跟严严各继承二分之一, 她死时, 她们能有多少财产? 钱没多少, 可当年的房子, 如今可是值钱了。 后来, 陈总入股公司的钱, 以及这个别墅, 都是用严严她外公外婆的钱, 这一切按继承法, 都该严严继承。 当场张灵就发作, 顺手拿起一个茶杯朝我的方向砸了过来, 是你怂恿着她们来说这些的吗? 你忘记几年前, 你是怎么当着你妈的一项发誓的吗? 这些年, 你吃的喝的用的, 以及你上学花的钱, 你数得轻吗? 就她们留下的那些钱, 够不够还是二话呢? 你怎么有脸在你爸爸尸骨胃, 寒的时候, 来说这些? 这时候, 我是很清醒的。 我说, 灵姨说得对, 我们是一家人, 不分彼此, 如今我爸爸走了, 这一切都该作为我爸爸的遗产处理, 再去切割哪些是我妈的, 哪些是个外公外婆的, 先不说能不能分割明白, 即便能分明白, 却割断了我跟灵姨的关系, 我也是不愿意的。 我马上就要高考了, 我只想考个好大学, 这些事儿就都交给灵姨处理吧。 弟弟妹妹这么小, 就没有了爸爸, 他们比我更需要这些。 张灵听了我的一席话, 挺意外的。 自从当年的事情发生后, 我就再也没有忤逆过她了。 仔细想想, 她也没察觉到哪里有不对的。 她承诺我说, 只要你不争这些无谓的东西, 我一定出钱让你上大学的。 大家都不理解, 怒我不争, 最终唉声叹气地走了。 有些觉得自己利益受损的, 甚至会朝我身边吐了唾沫, 然后气急败坏地骂我蠢货。 可我还是觉得考大学比较重要。 高考后几天, 我就成年了, 我再也不需要监护人了。 突然, 我感觉好自由。 我仰着头, 认真的嗅着自由的味道, 刹那间, 真是感觉空气都是香甜的。 也就是这点时间, 张灵继承了我爸爸的所有遗产。 他虽然是个女人, 但在公式上, 并没有让自己吃任何的亏。 不出意外的话, 他很快就能接替我爸在公司的职务, 毕竟是个股东嘛, 有一定的话语权。 高考分数还没有刷出来, 我就接到清北招生办的电话了。 张灵把我喊进了他的房间, 他递给我一个存折说, 二十万, 足够你大学四年的学费生活费了, 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你成年了, 也考上大学了, 你也是时候离开这个家了。 我一点都不惊讶, 从从容容地接过存折。 我扫了一眼, 好奇地问, 怎么是你的名字? 你答应, 密码就给你, 你取了钱。 爱存哪里存哪里, 可你若是反悔了, 那我就只能报案说失窃了, 别到时候学上不成, 还得去坐牢, 得不偿失。 我拍了拍掌说, 灵姨, 你的智商, 在我这里, 第一次这么具体化。 你放心吧, 我不会食言的, 我妈妈留下的, 或者是我外公外婆留下的, 我都不会要。 我收起存折笑笑笑说, 因为我要的是这整个家, 除了钱, 我还要你, 以及你的女儿。 许是我变脸变得太迅速了吧, 张玲脸上浮现出很是明显的亚异。 她恼羞成怒地问,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你知道奶奶怎么死的吗? 我问。 张玲迟疑一下, 反问, 不是病死的吗? 那她怎么好端端地就能病死呢? 我自问自答地说, 我天天给她说, 你要赶她回乡下, 她是个累赘, 没有利用价值, 她天天惶恐不安, 忧思成疾。 自然, 这还不够, 我还得让她知道, 她身体恢复不了了。 我扯了扯自己的衣服说, 我给她洗衣服是从来不会洗干净的, 那一点点洗衣粉会让她身上总是感觉痒, 她抓着抓着, 身上就会出现红痕, 甚至会破皮流血。 即便医生告诉她, 她没什么大碍。 可她不会信的, 就这样, 在你们一日连着一日对她的冷带里, 在我时时刻刻的误导下, 她自己就觉得活着没意思了。 张灵越听越是惊慌, 我又问, 你知道爷爷是怎么死的吗? 服药过量, 死在女人身上。 人老了, 是有点管不住自己, 可这样, 她能从哪里知道呢? 她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又知道从哪里找女人呢? 是我, 手机是个好东西, 什么都能搜到, 我只需要在她无聊的时候, 放点不良信息, 她就能自动上钩了。 此刻, 张灵的脸已经白了, 她抬手捂着嘴, 尽量地不让自己叫出声。 我问, 她死的那一刻, 你是不是很高兴? 还有, 我爸爸。 我这话一出来, 张灵身子都支不住了。 我弄坏了车子的刹车, 看着她面色如土的样子, 我内心真是格外兴奋。 她抬手指着我问, 许诺言, 你竟然敢, 敢。 敢什么? 敢害人, 敢杀人。 我故作惊讶地问, 不是你说的吗? 他们不爱我, 既然他们不爱我, 我为什么不能杀了他们? 她颤抖着手, 四处寻找着手机, 我要报警, 我要让警察抓你。 我眼疾手快地把手机拿到了, 然后递给她。 我自信满满地说, 好啊, 我倒是想知道, 警察来了, 是抓你还是抓我。 她的手刚刚碰到手机, 可听了这话, 她压根不敢接, 手机就直接掉地上了。 怎么? 你在害怕? 她在不敢看我的眼神, 极力地回避着我。 我拍着她的肩膀问, 爷爷怎么好好地得了肺结核呢? 这可不是个随便能得的病呢, 假设有人故意让她感染, 目的就是将她赶出这个别墅, 是不是很合理? 什么? 她震惊。 我平淡地问, 什么什么? 你医院里没有熟人吗? 瞬间, 她就好似触电了班, 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 你都要生娃了, 你让你老公去国外 给你买限量版包包。 你给一个算命的包三万的红包, 你表面给保姆五千一月, 实质私底下是一万五一个月, 你搞这样的阴阳合同 是为了什么呢? 听着听着, 她直接跪在地上了。 瞧着她颤抖着的双唇, 我蹲在她的身边问, 你到底在怕什么? 爸爸都死了, 那个孩子是不是她的? 哪里来的? 怎么来的? 不重要的? 就是, 你买通的那些人 到底靠不靠谱啊? 一个陈娇娇 就让我的处境变得那么困难, 若是再让她生个孩子, 那我还有活路吗? 所以, 从我负责做饭起, 我就在他们的饮食里下药了。 可我一个孩子, 我能知道什么药能避孕呢? 我也不能去药店买避孕药, 我只能用最古老的方式。 我买了很多温度剂, 然后把里面的水银稿出来, 一次下一点点, 不会出现中毒的迹象, 但时间长了, 鸡少成多, 他们想怀孕, 做什么梦呢? 在这之前, 他就好几年没怀上, 他不会怀疑有人给他下药, 让他绝育, 他只会觉得他自己身体不争气。 他不能让我爸爸知道这事, 不然, 他在这家的地位就不保了。 于是, 他就买通医生说自己的身体没问题。 在做试管失败后, 他就只能来一招假怀孕了。 他请了自己信得过的保姆, 他利用肺结盒 把天天在家的爷爷送去了别墅。 接着, 他又以怀孕为由, 与爸爸分了房, 顺便担心爸爸也传染了肺结盒, 根本就不让爸爸靠近。 在快要临产时, 他随意找个借口把爸爸给打发了。 其他的事嘛, 只要钱到位, 他都能做到。 假设这一局不是我亲自设下的, 谁能够拆穿这样天衣无缝的计策呢? 你还记得那个盲人算命师吧? 我淡淡浅浅地说, 给爷爷算命的人也是他哦。 他简直是不可思议, 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 毕竟, 即便我能想到这么多的计策, 我又怎么去实施呢? 我又不像他那么有钱, 可以用钱收满人。 我笑说, 我有给钱的, 只是那钱是你们送过去的, 我只是以一个能窥探天机的神秘人身份 出现在他的世界里。 我告诉他, 会有一个老男人来找你算命, 他家有个老伴快死了。 你要告诉他, 他这辈子没别的指望了, 但若是能有个孙子, 命运将会被扭转。 会有个女人来找你算命, 他想要孩子。 你要告诉他, 不可能了, 作孽多了, 不配有孩子。 不过, 命运并没有完全地抛弃他, 他命中有子, 只是不是自己亲生的。 我说的都中了, 你们给的钱, 就相当于我给的钱了。 张灵用一双极其恐惧的眼睛瞧着我, 我问, 你感觉我很可怕, 你觉得你即便在坏, 你也没有想过害死谁, 可我竟然能。 我指着他心脏的位置说, 可你把我这里弄脏了, 是你告诉我, 我若是不这么做的话, 我这辈子就只有吃不完的苦, 受不完的罪。 是你让我知道, 这个屋子里, 但凡有你们任何一个的存在, 我妈的一项都是不安生的。 你没有杀人, 可你让一个孩子朝自己的亡母吐唾沫, 你让一个孩子去憎恨一个已经死去的母亲。 你比杀人犯更可恶, 杀人犯只是杀了人的屈窍, 可你杀了我的灵魂。 他结巴着说, 炎炎, 我错了, 灵仪对你好过的, 你外公外婆还在的时候, 我对你好过的。 他试着抓我的手, 哀求着说, 我把你妈, 还有你外公外婆留下的钱都给你, 你离开我们家, 从此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不然警察找过来, 你的前途也会毁掉的。 我避开她的手说, 灵仪, 你太小看我了。 我让奶奶死, 是为了抢你的娇娇, 你没发现她现在跟我更亲吗? 我让爷爷死, 是为了让你更安心地搞你的假孕计划, 没有她爱手爱脚的, 你搞事情搞得多轻松啊。 我让爸爸死, 哦, 对了, 其实他那天就知道真相了。 我回忆起那天的情景, 爸爸急匆匆地从机场赶回来, 他满怀欣喜地要把战利品交给他的妻子。 他特意没有事先打电话, 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想要给张玲一个惊喜。 可当他推开房门时, 看到的却是我, 他第一反应就感觉房间氛围有些诡异, 微愣一下后问我,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淡淡地说, 我在等你。 我打扮得很成熟, 我翻阅了我妈的旧照片, 穿上了她曾经穿过的款式, 梳着她曾经的发型。 我端坐在张玲的床上, 问我爸爸说, 你爱过我妈妈吗? 还是你只是利用她留在这座城市? 她将手中的包往旁边沙发一扔, 呵斥道, 我当然爱你妈妈, 你这是干什么? 那我更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能这么对我? 她大声地嚷道, 我怎么对你了? 我打你还是骂了? 我给你吃给你喝, 让你读书,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这些都是你的义务与责任, 是你该做的。 我难得有一次在她的面前这么大声, 一样是女儿, 你凭什么让陈娇娇活得像个公主, 而让我活得像个苦瓜? 同样是孩子, 你凭什么可以为了那个没出生的, 是男是女都不清楚地肉球, 费心费力地去国外买包, 而对我承受的一切视若无睹? 她根本就不想听我说这些, 只是吼道, 你灵意呢? 我还想说什么, 她指着喝道, 你给我闭嘴, 再敢多说一句, 我就删你。 刹那, 我内心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 当然, 这也是我的预期, 因此并不失望。 我冷笑着问, 爸爸, 我只有最后一个问题, 假设我跟张玲只能活一个, 你选谁活? 她压根不思考, 而是骂我, 神经病。 她拿着手机想要打电话, 可惜被我拦住了, 那换个问题, 在张玲跟你的儿子里选一个, 你又选择谁? 她狠狠地一把将我甩开, 仍旧骂道, 神经病。 我从地上爬起来, 也用力地推了她一把, 大喊道, 陈诚德。 她吃惊地问, 你喊我什么? 从今天起, 你不是我爸爸了, 我一冷着一张脸, 发出那种瘆人的笑说, 不用打电话, 张玲太动了, 现在在医院里, 只是你有自信这个孩子是你的吗? 我爸脸色一落, 诧异地瞧着我。 我笑笑说, 你还记不记得有段时间, 你总是头痛脑胀的吗? 你以为你感冒了, 其实不是, 那是水银中毒的迹象。 你们那么努力都怀不上, 只是算个命就怀上了。 怀孕后, 你是不是进不了张玲的身? 她还在怀疑, 可我不准她思考, 我直接告诉她答案, 张玲偷人, 你不信, 你等一下就去验DNA。 她这个打击还没有回过未来, 我又说, 我给你下毒很久了, 你早早就没有生育能力了。 你害怕人吃你的绝护是吧? 可你注定被人吃绝护呢? 你此生辛辛苦苦挣的每一分钱, 都会被他人窃夺走。 你此时此刻拥有的一切, 都不知未来会给谁做嫁衣裳呢? 我相信没有男人能承受这样的刺激。 于是, 她急匆匆地开车去了医院。 我告诉张玲说, 即便她不出车祸, 只要DNA一验, 她也会发疯, 无论是你还是孩子, 伤了死了, 她都得不到任何好。 出车祸死, 是便宜她了, 她就该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绿了她, 然后在人们的纸质点点里, 痛不欲生。 我内心很清楚, 有了后妈, 就会有后爸。 可一定是先有的后爸, 才会有虐待妓女的后妈。 她但凡爱我一点点, 绝不会在我妈死后才半年就再婚。 她只需要在张玲虐待我时, 说上一句不准。 我相信张玲一定不敢那么明目张胆地欺负我。 所以, 比起张玲母女, 我更痛恨她。 所以, 她若死, 便要死无全尸。 她若生, 便得生得屈辱无比。 张玲听着听着, 整个人都好似被人抽走了灵魂。 因为她发现我远远比她想象中的毒辣。 我的连环记里, 步步为营, 没有一丁半点的废弃。 她什么都顾不上了, 只能边流眼泪, 边摇头。 你在思考, 我为什么不直接向你下手? 我笑说, 那我的嫌疑得多大呀? 何况, 我留着你还有用呢? 就在这一刻, 保姆急匆匆地推门进来。 完了完了, 娇娇把小少爷的小鸡鸡给捡了。 娇娇真是吓得了手啊。 不过, 我是能理解的。 一向偏爱自己的父母, 因为有了别的孩子, 就把对他的爱都收回去了。 这谁能不恨呢? 那个可怜的男孩抱到医院里去抢救后, 没什么大碍, 但据说是 没有生育能力了。 从我爸爸死的那一刻起, 这个孩子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此时此刻, 更是一个实打实的累赘。 张灵怎么能为了他 放弃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可陈娇娇 再不是过往的样子了, 他痛恨张灵。 他朝他的连土唾沫, 大喊着问, 你怎么不去死? 你宁可去偷人, 也要生个男孩, 我讨厌你, 恨你, 恨死你。 张灵睁大着眼睛, 简直不可置信。 他大概猜到 我跟我爸说那番对话时, 陈娇娇就躲在某个角落 听得一清二楚。 他再也控制不住 朝我发狂了, 他双手直接朝我的脖子 掐了过来, 大喊着, 是你, 都是你设计的。 他是真的想要掐死我, 不过他没得逞, 他越是疯狂, 我越是高兴。 医生给他打了震惊计, 我哭着朝医生说, 我爸爸刚死, 又发生这样的事, 他的脑子可能受刺激了。 我像个项女一样 守护在他的身边, 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说,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娇娇的。 不过, 前提是你得成为神经病, 只有这样, 我才能合情合理合法地操纵 我们家的这些财产。 灵姨, 你是个爱孩子的母亲吧? 你会为了孩子 做到这一点吧? 他哭丧着一张脸瞧着我, 我安慰他说, 你别怕, 也许你进去时很清醒, 可在那个环境里, 慢慢地就会被同化的。 我会给保姆一笔钱, 让他带着那个孩子走, 不过, 假设你哪一天恢复了正常, 他一定会把你当成取款机的, 所以, 在公在私, 你都不能康复。 你去坐牢, 娇娇的一切可都毁了, 但你在精神病医院的话, 我会定期带他去看你的。 我一直控制着内心胜利的喜悦, 此刻, 不想控制了。 我慢慢地站开嘴角, 扬了扬唇说, 这一招, 还是你当年交给我的呢? 我的学习能力去强吧。 番外, 我是陈娇娇, 我爸爸死了, 妈妈疯了, 姐姐对我很好, 她把我带到了她读大学的城市。 在全新的环境里, 我很不适应。 同学们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的过往, 集体霸凌我。 是姐姐成了我坚强的后盾, 她给我足够的钱, 让我能在学校里称王称霸。 我从受害者成为主宰命运的霸凌者, 老师动不动就请家长。 姐姐很自责, 她认为如果不是她, 给我那么多钱, 我就不会变成这样。 于是, 她跟我妈妈学, 停了我的生活费。 她说, 我妈妈说过, 只要没有钱, 人就不能做坏事。 可我已经习惯了大手大脚的日子, 没有钱的时光, 彼此还要煎熬。 十四岁那年, 为了有钱花, 我威逼着一个学生回家拿钱给我。 我才拿了三千块, 警察就把我抓了, 说我这是抢劫。 姐姐费心费力地找律师给我打官司, 可我还是被判刑了。 姐姐哭得撕心裂肺, 觉得自己没有把我照顾好。 还说, 如果你妈在, 你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我痛恨我妈,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 这一刻, 更恨了。 假设有一天我能看见她, 我一定要狠狠地催她一口。 许是神明听见了我的祈祷, 她也进监狱了。 据说, 她精神病康复后, 就四处作死, 还扬言要砍死姐姐, 害得她都没法给我汇钱, 让我在监狱里受尽凌辱。 而她找不到姐姐, 就诬陷姐姐杀了爷爷奶奶, 还害死亲生父亲。 可我很清楚, 爷爷奶奶都是病死的, 爸爸是为了去医院找她算账, 才会半路出车祸而死。 果然, 警察没查出 姐姐有什么罪, 反倒查到她买卖儿童。 这个贱人, 为了生儿子, 彻底豁出去了, 自己生不了, 哪怕是埋也要有个儿子。 这一刻, 我对她的恨到了极点。 在监狱里会面时, 我二话不说, 就拿起修剪花草的工具, 把她给戳死了。 我把这个祸害带走, 姐姐的日子也就好过点了。 我这辈子给姐姐添了很多麻烦, 却从来都没有为她做过什么。 这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 事后我也自杀了。